嗨 桂光大家好 欢迎回到鹰鹉小木屋 我是Jack 现在饲养宠物鸟的人口真的越来越多了 而我们宠物鸟图鉴也不知不觉的介绍到第20集咯 今天要介绍的宠物鸟是大有来头的金刚鹰鹉 那一样我们影片的前半部呢 会跟各位介绍金刚鹰鹉的饲养方法 以及它们在野外的习性等等 而影片的后半部将要跟大家分享国家地理频道 再介绍金刚鹰鹉的一个报道哦 那我们就开始吧 以常见的宠物鸟来说啊 金刚鹰鹉应该算是最大型的一个宠物鸟 不仅是它们的身体啊相当的壮硕 它们这么鲜艳的颜色以及漂亮的羽毛啊 真的让我们这些鸟类爱好者十分的向往 讲到养鸟 我们大部分呢都是从小型的鹰鹉开始养起 像是虎皮鹰鹉啊 玄凤鹰鹉等等 而越来越有经验之后就开始饲养比较大的品种 但是有些人的选择呢就是直接养金刚鹰鹉 因为它们的体型很大 而且非常有个性 基本上在宠物鸟里面啊 是最接近猫狗的一种宠物形态 它们的原生地 在于墨西哥以及中南美洲的羽林 金刚鹰鹉它们也是一种集体行动的动物哦 在野外飞行的时候 差不多都会30只左右一起行动 而且它们的脚跟爪子啊十分的灵活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金刚鹰鹉 把东西啊拿着放在嘴巴里面吃 再来它们的鸟会啊也非常强壮有力 这也就是呢它们有办法把坚硬的果壳咬开的原因 它们在野外会根据不同的季节 不同的气候 而去改变它们自己摄取食物的模式 但是啊在人工的饲养之下 通常金刚鹰鹉啊 人类就只给它吃葵瓜籽 花生 或者是呢偶尔给它一些蔬菜水果而已 这样子啊就比较没有办法提供它们均衡 而且足够的营养 其实啊很多鹰鹉都一样 这样错误的饲养方式长期下来 都会对鹰鹉的身体啊累积而且造成伤害 像我昨天啊就在Facebook上面划文的时候看到 看到有人的灰鹰鹉啊 它的下巴啊长了一个脂肪瘤 而且摇摇欲坠的样子 看到那样的画面啊实在是令人十分的心疼 大部分的金刚鹰鹉在野外都已经濒临灭绝了 所以有一些特定的品种 就开始会进行人工的繁殖富裕 像是我们在讲的所谓的斯皮克斯金刚鹰鹉 以及我们所谓的浅蓝绿金刚鹰鹉 这些品种啊在野外啊都已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 而且啊森林快速的被砍发 以及很多啊违法的一些鸟类贸易 这些原因啊都正加速啊金刚鹰鹉的消失 金刚鹰鹉它们的智商我们都知道 其实相当的聪明 很多人在小时候对鹰鹉的第一个印象 就是金刚鹰鹉在绿世界那个表演台上面表演的样子 可见它们的智力啊相当的惊人 像是很多数学的表演啊 意志游戏甚至踩脚踏车 这些能力啊它们都有可能会达到 包括了我们平常会在很多鸟店看到了一些鹰鹉的抑制玩具 这些大多数的抑制玩具 就是为了要训练这些高智商的鹰鹉 这样特别的玩具也可以丰富它们的生活哦 金刚鹰鹉它们的寿命啊有70年到90年左右 几乎跟人类平均的寿命差不多了 下一集我们在介绍小黄帽鹰鹉的时候 有跟各位提到 这样子寿命这么长的鹰鹉啊 我们一定要谨慎的去思考与评估才可以进行饲养 金刚鹰鹉在野外啊也是属于一夫一妻制的动物 在野外有些啊会到三岁至五岁的时候 才会进行第一次的繁殖 而它们的蛋呢偶尔是三颗偶尔是四颗不一定 金刚鹰鹉在宠物鸟的市场里面 价格是属于居高不下的 而我在想它们的蛋啊产量比较低 而且孵化难度啊也比较高 再加上它们是很大型的鹰鹉 数量本身就比较少 这就是为什么会造成它们的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 金刚鹰鹉啊它们在繁殖的时候 攻击的能力啊会比平常来的高了许多 不只有可能会攻击人 它们的巢箱啊都有可能会去做啃咬 所以我们如果要繁殖金刚鹰鹉的话 它们的笼子巢箱都必须要牢固而且坚硬 免得你使用外挂式的木头巢箱 而它们在生出小宝宝之前就自己挖洞逃走啦 金刚鹰鹉它们是属于肠尾的鹰鹉 所以你要给它饲养的龙舍 它的笼子啊也必须要很大 再来也要特别注意采光还有温度控制的问题 不知道各位观众有没有看过 网路上有一只很有名的金刚鹰鹉朱迪迪 它跟主人的互动模式就好像孩子啊对父亲一样 人工饲养的金刚鹰鹉对人类相当的忠诚 所以啊它一样需要跟人类长期的互动时间 如果我们养了金刚鹰鹉但是缺乏了时间给它关爱 很有可能会造成它们心里上面非常的痛苦 早期呢可能会发现它们不再像以前一样 这么喜欢唱歌讲话的 那更严重一点在后期很有可能就会 把它们身上的羽毛一根一根拔起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着语症 如果今天在看我影片你还是小朋友的话 那我这边就不建议你去饲养金刚鹰鹉哦 第一个是它们强而有力的嘴会 很有可能因为不小心或者是意外紧张等等 一咬下去呢可能就会直接见血 所以我们在照顾它们需要比照顾一般的鹰鹉 更多更加倍的耐心 再来第二个原因 金刚鹰鹉它们的叫声啊相当相当的响亮 很有可能你站在数十公尺远 都非常清楚可以听到金刚鹰鹉的叫声 像我去律师界的时候 耳朵一束一听就可以知道啊 哪边有金刚鹰鹉如果各位还没有看过 我去造访律师界金刚鹰鹉岛的话 也要赶快去看哦 好的那现在啊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 我在国家地理杂志上面看到的一个报道 在巴西亚有个地方叫做大坎坡 在那边啊有一个鹰鹉生物学家 叫做Larisa Tinoco 他有一次开车在路上 在巡视那些啊已经空空如野的 金刚鹰鹉巢穴的时候 突然在他眼前出现了数十只金刚鹰鹉 从他面前呼啸而过 这些大型的鹰鹉为什么会来到这边呢 就是因为他们想要逃离干旱 以及森林大火 而从附近的荒野啊飞到这边 这个也是这一群金刚鹰鹉首度 来到大坎坡这个城市哦 但是事实上 Tinoco在研究鹰鹉的过程当中发现 从2018年开始他们在大坎坡城市就开始发现 这些金刚鹰鹉他们的巢穴 还有他们的交配数量啊都比原本来的高很多 达到了高峰 在城市的周围生了184只的琉璃金刚鹰鹉幼鸟 比去年的133只来的更多 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也指出 这种大型的鹰鹉呢 在他们的原本原生地 他们的数量啊已经大量的在减少了 而马托格罗索州他们的森林面积呢 也大大的降低 这样子从未停止 而且逐渐加速的森林砍发速度 就让这些金刚鹰鹉啊 离开他们原本的巢穴 离开他们原本的栖息地 即便我们所谓的大坎坡这个城市啊 并非是一个最好的栖息地 但是这些大型的金刚鹰鹉 一样辗转来到了这个地方 到目前为止 大坎坡这个地方的居民啊 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一群鸟儿朋友 甚至成为了这个城市的官方象征 有人开始帮他们推出了一些纪念品 在公共的建筑上面会有他们的雕像等等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 他们当年的市议会在2018年啊 也通过了禁止砍发鹦鹉族巢的树木这项的法律 而在当地的一个大学教授盖吉斯他也表示 他们在大坎坡这个城市 所生出来的琉璃金刚鹦鹉幼鸟 它的存活率啊 其实是比一般野外来的高很多的哦 但是啊也有人提出来 这是一个很不稳定的平衡 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 因为啊在城市就免不了会有一些啊 比较大型的电线杆啊 甚至说在马路上一定都会有一些大卡车啦 还有人为的一些招牌等等 从2011年到2019年在大坎坡这个城市 大约有38只的金刚鹦鹉啊是死于触电 平均每年啊就有4只鹦鹉是死于这个原因的 这些问题在当地大家也正积极的去解决 大家也越来越有保育动物的意识 甚至有些人还会帮助这些金刚鹦鹉在他们的竹巢树木上面啊盖上人造的屋顶为他们挡风遮雨 那总结来说金刚鹦鹉这种鸟类更容易接受人类的训练 在人类的饲养之下很容易会去模仿人类的一些语言甚至其他动物的叫声 跟其他的鹦鹉相比呢金刚鹦鹉他们更擅长的是跟人类啊一来一往的对话模式 其他鹦鹉可能就比较只会一些比较单词上面重复的语句 甚至说我们在跟金刚鹦鹉互动的时候还可以发现啊他们会辨识一些形状颜色数字等等 再来金刚鹦鹉他们的放飞能力呢其实是比其他的鹦鹉来的强很多的 大家有可能平时会在新闻上面看到一群人一起放飞金刚鹦鹉的活动 他们也成为了鹦鹉爱好者放飞的首选 他们经过训练有放飞的这个能力 但是不是鼓励各位啊两道金刚鹦鹉就直接把他拿去放飞 他肯定百分之百会飞走的 那这一点各位一定要特别注意哦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也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并且分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Jack我们下次见啰拜拜 我会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观看